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除了强辐射 居然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恐怖危机 这部剧的脑洞简直大到天际 放到现在也能排进而巨影史前三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萨加的父母卖掉祖宅赚取了一笔巨资 出差前千丁万柱 不要让陌生人进门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保险柜中的八百万现金不翼而飞 萨加和几位好友惊出一身冷汗 纷纷用狐一的眼神望向眼镜男裹沙 原来他们昨晚在家里举办派对 发现中途断网了 于是打电话喊来不太熟悉的电脑高手果沙 结果对方看了半天 表示系统没问题 需要找专业的维修工才行 第二天众人从宿醉中醒来 一位电脑维修工便敲开了房门 当对方修好网络匆匆离开后 萨加便发现保险柜里的现金不见了 众人断定肯定是被维修工偷走了 电脑高手果沙委屈无比 他可从未打过报修电话 几位好友面面相去 那位维修工到底是谁喊来的 萨加匆匆跑回家查看更换过的硬件 背面印有一处维修地址 不管是真是假 他都要前往那里看看 随后便拿出珍藏已久的手枪 这是他和死党米特 在一处战场遗址中挖来的 一行人很快抵达标注的维修地址 隐约间听到里面传来响动 萨加和米特合力踹开大门 赫然看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 对方的名字叫做艾拉 自称是被维修工以面试的名义骗过来的 米特的女友无意中看见一张照片 居然是萨加米特和维修工的合影 几个人瞬间皱起了眉头 他们从未见过对方 更不可能站在一起拍照了 事情的走向越发诡异 萨加感觉有些兜不住了 只能无奈选择报警 可走进警局后他就后悔了 因为受理案件的警员 根本不想管事 随口问了几句 便以艾拉为受伤为由不与立案 接着他又询问萨加丢了多少钱 后者反应很快 两人就被赶出了警局 同伴询问为什么要撒谎 萨加十分清楚警察的作风 如果说是八百万 即便维修工被抓住了 那些钱也回不到自己的口袋 如今只能自行抓捕那个混蛋了 果杀不愧是电脑高手 居然找到了维修工的社交账号 上面还有对方刚刚上传的视频 他不担心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就连摩托车都鸟枪换炮了 说是要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前往人人敬畏的切尔诺贝利禁区 萨加的心在滴血 这可都是自己的钱啊 他决定前往切尔诺贝利接人 不过艾拉跟几人只是萍水相逢 并不打算一同前往 果杀的祖母有辆闲职的小车 正好被众人征用当作此行的交通工具 就当大家准备出发时 萨加忽然接到艾拉的电话 想不到对方居然改变主意 准备跟着一同前往 询问之后才得知 艾拉回到家时收到一份信件 拆开一看 竟然是死去多年的姐姐发来的求救信息 对方的出生地以及埋葬的地方 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所在地普利皮亚纪 而众人追寻的目标人物维修工 居然专职做起了网络博主 每天定时发一篇旅行动态 说是要帮粉丝探索神秘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萨加气得牙痒痒 发誓一定要抓住那个混蛋 却不想刚刚离开市区 竟然遇到了警察查车 米特悄悄将一袋东西放在座位底下 结果还是被警方查了出来 因为私藏违禁品 他们将面临拘留的处罚 萨加十分清楚其中的门道 这点数量根本够不上犯罪 警方无非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埃拉当即掏出钱包里的一万五千块 谁知警员却觉得不够 最少得三万块才行 见众人无法凑齐 竟然将车主裹沙扣押下来 示意萨加几人必须在天黑之前拿钱回来赎人 埃拉说他还有张银行卡 可以去附近的取款机上取钱 这时候维修工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新视频 他说自己遇上一场乡村婚礼 为了回馈村民的热情 他买了辆车作为礼物送给新婚夫妇 萨加大喊着关掉视频 他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 谁知更加恼火的还在后面 附近唯一的取款机居然出现故障 萨加没办法 只能尝试卖掉手机 凑齐剩下的1.5万赎金 临近傍晚时 他们来到了一处路边停车场 这里有许多货车司机聚集 应该有人会收购他们的手机 可这些司机看出萨加几用钱 将手机价格压得极低 所有人的加起来还卖不到1万块 惹是金米特又想到一个主意 那就是用卖手机的钱 搁货车司机赌一把 自己有信心赢购剩下的赎金 可他的女友那家却是忧心忡忡 果然没多久 米特再次捅了娄子 为了提高胜率 他竟然在中途藏牌 而且还被当场抓住 眼看局面即将失控 萨加当即掏出了手枪 一场好端端的手机买卖 结果演变成了抢劫闹剧 拿走牌桌上的所有钱后 众人第一时间奔向警局 却不想吃了别的货车司机 居然跟了上来 当他们匆匆从警局中赎回果杀 货车司机犹如幽灵般紧随其后 他们这辆小破车 可经不起任何折腾 萨加只能依靠灵巧性 不停转弯掉头 可惜始终无法摆脱货车 无比幸运的是 他们转过一道弯时 前方居然出现一辆同型号小车 萨加一个加速 将对方远远甩在身后 货车司机果然认错了目标 直接把同款轿车撞翻在了路边 虽然成功摆脱了追兵 艾拉却觉得应该回去看看 毕竟那辆车是因为他们才出的事 万一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萨加觉得有道理 立刻调转方向赶到车祸地点 小车司机果然受伤不轻 众人商议一番 决定将他送去刚刚路过的咖啡店 抬进去后再拨打救助电话 却不想店里连个鬼影都没有 萨加喊了半天 才看见一位服务员神色匆匆地赶来 他的心中有些疑惑 但还是先把人抬进店里再说 艾拉从伤者口袋中找到一个证件 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位特工 男人突然从昏迷中惊醒 大声喊着逃犯在哪里 接着便准备拔出腰间的手枪 不过很快就被萨加抢下 递到服务员手中 原来车里还有一位穷凶极恶的罪犯 应该在车祸发生后逃走了 那家想到之前在路边行走时 有一辆黑色商务车停下来驻足许久 不知道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聪明的果沙立刻反应过来 出事的车辆中应该装有行车记录仪 于是萨加载着他再次赶往事故现场 经过好一阵摸索 他们总算找到了行车记录仪 原来车子里一共坐着三个人 当车祸发生后 那名罪犯拖着靠在一起的特工同伴逃离了现场 萨加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所谓的逃犯不就是咖啡店的服务员吗 与此同时 咖啡店里的艾拉来到地下室寻找厕所 却在隔间中发现三具尸体 尖叫声引起了米特的注意 他正要下去看看 恰好接到萨加打来的电话 只是这里的信号不好 他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这时候一位大胡子壮汉走了进来 原来他才是咖啡店的老板 那名逃犯再也伪装不下去了 直接开枪打死对方 接着又逼迫那家走出咖啡店 当萨加匆匆赶回时 那家已经被服务员开车带走 原来这名逃犯是个精神病患者 他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灾难中 看见那家的第一眼 就感觉他跟自己的女儿很像 后者慌得不行 这是要带自己去哪 此时萨加等人正在后面穷追不舍 却不想前苍盖突然冒起白烟 小破车彻底趴窝了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商务车急驰而过 竟然迎着逃犯快速追去 直到将对方逼停在马路边 那家看见车上下来一位魁梧男子 硬生生将那名逃犯杀死后 静止开车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一大早 和众人会合的那家 还有些惊魂未定 他们正在商量 接下来怎么办 一位好心的路人恰好经过 得知众人的遭遇后 竟然主动将他们 带到附近村庄的修理场 老板错略看了看 至少得花费几个小时才能修好 萨加等人决定四处转转 却无意中看到 小偷维修工新买的摩托车 原来这里就是他参加婚礼的小村庄 众人立刻开启寻人模式 回过头才发现 那位维修工竟然骑车跑路了 追上去时恰好遇到 带几人进村的好心路人 招呼一声便快速启动车辆 随着初村的道路被黑色商务车堵死 萨加喊了半天 车里的司机并不在 众人无奈只能再次返回村庄 听说萨加等人要去参加婚礼 好心的路人自称名叫安德烈 请求萨加帮忙转交一份礼物给新娘 一群人在婚宴上吃饱喝足后 离开前顺势将礼物递给新娘 随之后者看了一眼 当场晕了过去 萨加等人一脸蒙圈 他们只是帮安德烈送个礼物而已 新郎却是气急败坏地表示 安德烈一年前就在和事故中死亡了 随着主角团逐渐逼近切尔诺贝利 一路上遇到的事情也越发诡异 仿佛有股神秘力量在暗中驱使着他们 想必抵达目的地后 等待众人的将是更加离奇诡异的事情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咱们下期再见